日本熊本县上天草市有著名的猫岛 和瑞芳区喉童的猫村一样 都是人与猫共存相处的圣地 因此两地因猫结缘 展开跨国友好交流 今天上天草市市长与瑞芳区区长 共同签署友好交流协定 并互赠纪念品 期待两个城市在未来关系更加紧密 彼此交流在观光文化建设教育等方面的优点 那今天包含我们的外交部 还有我们市府的各局处 都来给我们公所这边协助 那希望透过这个友好关系的签署 可以促建双方不管是在观光 教育文化上面 其实可以更深一步的交流 那上天草市跟我们瑞芳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包含他们有很长的一个海岸线 还有他们有一个猫岛 我们有一个猫村 那今天居然也会带领他们 来逛我们的瑞芳区 希望将来他们的民众 也可以来这边来旅游 瑞芳与上天草两国城市 也有许多共同的特色 像是瑞芳的猫村 上天草市的猫岛 都是人与人共存相处的圣地 瑞芳有深澳渔港观光 上天草也有个上天草休闲渔港 都有当地盛名的海鲜美食 还有其他办理的特色活动 如定向越野 路跑 自行车 休闲等等 两国城市在推展观光休闲 和产业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 まず今回は5人でしか訪問できなかったので 本当はもっとやっぱり観光を含めて それぞれの交流を図りたいと思うので 今度は是非我々の地域の観光協会のメンバーとか そういう産業に携わっている人たちと また改めて図表区に行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また図表区の方からも 我々の地域にもまた訪れていただければ それぞれの交流協定の方からも 包括他只来了5位 他希望他再次回去以後 有更多的市民代表 觀光联盟代表 商工業代表 可以更大規模的来訪問 当然我们也期待 瑞芳区這邊的各種的团体 也能夠祖傳到我们上天草来 瑞芳区区長表示 今天很高興与日本上天草市 签署友好交流協定 这部分也要感謝外交部福岡办事处 在今年1月的时候 促成瑞芳與上天草市的線上交流会议 让两国城市有初步的认识 这次与上天草市签署友好交流協定 除了能够互相交流学习外 也能让两国城市的关系更加紧密 期待而后会有更多的互动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